多项美国民调显示 贺锦丽在全国支持率的领先幅度持续的缩小 英国经济学人以及美国国会山庄所报的大选预测模型 最新分析更显示 川普在选举人跳之争赢过贺锦丽 当选几旅超车 在此同时前白宫幕僚章凯利则爆料 川普任内多次大战前德国纳粹独裁者希特勒 CNN则是报导 目前全美已经有超过1400万人 完成了提早投票 其中虽然民主党仍占多数 但共和党早投足的比率 也比过去明显增加 饶蛇之神阿姆登台炒热气氛 这次在家乡底特律和欧巴马合体 替贺锦丽拉票 不断打出超强助选员 但贺锦丽在多项民调中的支持度出现下滑迹象 美国经济学人最新预测模型中 川普100次模拟54次胜出 贺锦丽46次 川普当选几率不只在过去一周明显增加 还是8月以来首次领先 国会山庄报的模型也显示 川普当选几率52% 大胜贺锦丽的42% 但专家也提醒 七大摇摆州民调都在误差范围内 选情仍然充满变数 川普前幕僚长受访时爆料 川普曾多次大赞前德国纳粹独裁者希特勒 还表示需要像希特勒手下将军一样的人加入他的团队 在接受大西洋杂志专访时 凯利更透露 川普曾经用蠢蛋和鲁蛇等字眼 形容捍卫国家的军人 交棒给贺锦丽的拜登 竭尽所能拉票 22号在新海部下周 要选民用选票拒绝川普 CNN报道超过1500万选民 已经完成提早投票 其中47%为民主党选民 33%为购合党选民 其中购合党早投足 比过去明显增加 购合党支持者展现更高的投票热度 恐怕让贺锦丽阵营倍感压力 张力德定义